每个人身上都刻有时间 一旦归零就会直接死亡 突然两人想起前方车里有不紧 于是男生就想把时间让给女孩 女孩也想把时间交给男友 最终他们决定同身共死 男的奋力往前跑 只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赶上 而女孩也在生活拼命 这样就能省下一部分时间 在拿到时间后 男人迫不及待地往回走 最终赶上 而两人也再次相拥 他们终于能活下去 而这一怒不由地让男孩赶到后怕 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差最后一怒 这也是让他想要抢金银行 改变这个世界的根源问题 有钱人能够大肆消费时间 一杯酒就要十年寿命 而底层打工人一天的薪水 也不够几十小时 那么男人到底是如何抢金 又能否成功改变这个世界 完整视频就在左下方链接 感兴趣的朋友快点击搜索观看后学